鮮甜蛤蜊 吃火鍋少不了她 趕在開門營業前 小小的內場空間 備料分秒必爭 我正在做 土鴨蝶的動作 兩大包蛤蜊先吐殺 接下來還有麻辣鍋 靈魂人物 一塊塊的鴨鞋 得事前熬煮才夠入味 十一點開門 這位鄭大姐 十點先來張羅食材 五十七歲的她 曾退休一段時間 二度投入職場 關鍵在這 原先在營造業 擔任總務工作 退休幾年後 也試過多種職位 發現內場最適合她 對我來講 我覺得在內場的話 因為我是家庭主婦 內場會比較 做起來 會比較得心應手 餐飲業者面臨缺功窘境 家庭主婦也能立大功 為了鼓勵更多中高齡人士 投身職場 勞動部 首度祭出就業獎勵 滿五十五歲 連續失業六個月以上勞工 只要穩定就業三個月 就能領三萬塊獎金 持續穩定就業 還可以再拿三萬 等於最高可以領六萬塊錢 五十五歲以上國人的勞參率 就是有相較於其他國家來的低 所以我們這次要做的這個計畫 只要是鼓勵五十五歲以上 我們勞工可以重返職場 所以要發給的是就業獎勵 當然有一部分是為了說 現在產業如果有缺功 這些人可能往往也是有 過去的專業的知識 經驗 或者有比較好的工作態度等等 所以才會希望說 鼓勵他們重返職場 為了解決缺功 勞動部瞄準退休族 替勞資雙方創造雙贏 靜新聞 謝子健 李方茲 採訪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